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计划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特殊视频 我准备再安装个软件 什么软件 大家请看 就是我现在正在访问的这个主页 叫做LibreOffice 这么一个软件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这个主页 非常的漂亮 以这个绿色为主 还是挺不错的 为什么我要安装这个Office呢 是这样 因为最近我不正在做一些个课件吗 对不对 我做课件的时候 遇到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现在仅仅是用文字 给大家描述 图形的部分的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画些图 可能对这个讲解系统的架构 可能是比较容易理解 对不对 那么一说到画图 我首先想到的是 Microsoft Office 以前我用这个Excel 或者用ProPoint的画图比较多 可是那个是收费软件 我个人的电脑里面是没有的 因为我当时买电脑的时候 没有买这个Office套件 所以现在我没有 那怎么办 我呢 这个调查一下 因为毕竟咱们想画图了嘛 最近 我发现这个 LibreOffice挺不错 其实它和这个OpenOffice 是一个系统 他们应该说是95% 都相似 然后呢 现在这个OpenOffice 变成阿帕奇托管了 然后这个LibreOffice 好像也是这个公司 一个某个公司管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安装一下这个免费 因为它是免费嘛 对不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颗 大家请看 FreeOffice Suit 对吧 免费的Office套件 因为它是免费嘛 所以我觉得 咱们下载一下来装 因为以前我没有用过 我只用过这个Microsoft 我想呢 既然是免费 咱就下载安装一下 看看它和Microsoft Office 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区别不大 使用习惯都一样的话 我想以后我就 用这个Office 给咱们给我课件 做一个图片 做一些个视图 这样讲解起来 可能会比较方便 大概是这个感觉 所以我想装一下这个Office 而且这个Office 不光是有Windows版 比如像Microsoft 它只有Windows版 Mac版非常的差 对不对 但是LibreOffice 包括OpenOffice 因为它是一个系统 它有多语言 多平台 Windows Mac Linux 都可以 所以说以后 我如果用这个安装 这个建立起来的文件 在每个平台下都能用 感觉还真的是挺不错 所以我说 下个决心 装一下这个Office 看一看 好 咱们先手续 马上开始 官网是通过这个download的下载 试试 这个地方最新的版本是6.2 我刚才其实已经下载下来 所以我就不再下载了 咱们看一下 6.0.2 大家请看 这是我的桌面 就这个文件 大家请看 LibreOffice 这十年Libre吧 Libre Libre 不大快见 日语叫Libre Libre应该是 LibreOffice 6.0.2 Windows64位 没有问题吧 今天咱们就安装一下 它试试看 好 Go 如果有没安装这个Office的朋友 正好记着我视频 咱们一起安装一下试试看 我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挑战 出体验 Go 我看 典型安装 定制安装 肯定选定制 对吧 我看 这是可选组件 可选组件 还这么多 居然还有ActiveX 我天哪 这是太老的技术了 这都不用了 这都是默认的 然后下面这是什么 阿拉丁神灯 怎么还 多语言 我看 多语言 这得选 简体中文肯定是要的 对不对 选那个O的 然后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也要 因为有时 我还要做一些个课件 给台湾朋友服务 我看 然后英文 它是默认兜装 这份逆子 这份逆子 居然是默认是选的 OK 那也是要的 其他的语言 应该就没有了吧 中日英就够了 对我来说 好 下一步 安装到C番 没问题 够 我看这安装什么 选择安装默认的 用程序 Office Type Word Excel Purple 还有VSO 哇 它真不错 Word 我还就真就不想要 我就像这个 Excel 我一般是画表格 确实需要 ProFantum 我是非常需要 我一般公司给这个 给这个公司提案的时候 一般我都用ProFantum 对吧 然后这个Mac下 一般用Keynote比较多 但是它不是跨平台 所以我很苦恼 希望以后这个 LibreOffice 能够解决我这跨平台的问题 好 下一步 Go 桌面上 键图标 键一个没问题 然后load 在系统启动时 要不要装载 这不要装载 让我系统变慢 本来我就是虚拟机 这怎么着 这是要这个权限 是吧 Make a change of the device OK 好像安装 还是不慢 我下载这个文件 是多大 我看看 稍等一下 就这个文件 一般是Microsoft Ophe都是几个G 四五个G 它这个文件有多大 我看一下 我的系统又开始变慢了 出来了 我看 这是我的261兆 这么轻便 这么轻巧的Office 如果真能用的话 那真的以后 我的Windows装一个 Mac装一个 然后我用这个GitHub 进行管理 或者用这个 看中国的Git 服务器进行管理 两面通讯 交流文件 这挺好的 还真挺不错 因为是这样 我一般做客件的话 用这个Mac做 让我真正做视频的话 用Windows做 为什么 我Windows正好是 这个1080P 比较方便 Mac的屏幕有时太大 做这个1080P 可能做不是好 大家请看 我桌面上多了一个小图标 它才261兆 那比Microsoft Office 小太多了 是不是功能也弱很多呢 不知道 一会儿咱运行一下 简单的运行一下 看看 因为我还是 没还用过 第一次使用 它现在已经开始装完 这已经装完 什么叫开始装完 正在删除文件 那等一下 这是干嘛 这是VC 它是拿C开发 这是要装一个 Microsoft的一个VC的插件 对吧 运行时应该是叫 果然是 它装VC的运行时 说明它是拿C加加比 这装完了 装完了吗 试试 启动一下 看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LibreOffice 看这图标感觉是Linux phone 不太像Windows application用程序 咱试试 word write 这应该是word 点一下试试看 ok 试试 没有问题 这字体有点奇怪 this is a sample 这个字体 我看看能调吗 也是各种字体都有 明了调大小 ok 这个应该是都一样 我看有没有中文字体 因为我现在是这样 我现在是英文的虚拟机 所以说 可能还就没有中文字体 我看看 Sung Samsung也叫对吧 S的 Samsung 仿送 有了 ok 这个没问题 行 能有中文就可以 这word的一般 我怎么全国了 word的一般我不常用 我最常用的 一个是Excel 它叫什么 叫cork 是吧 不是叫cork 叫thread 试试 比如说 输入点数字 好 然后看能不能合计 这是复制 这没问题 我看能不能合计 稍等一下 等于 sams 加个括号 然后 还是不错的 跟Excel 感觉还是一样 ok 这个没问题 不存盘 然后我看 我主要看的是 impress 这应该是 这个powerpoint 这个 照应什么 这是还能 专门有画图工具吗 这个对应 Microsoft的哪个工具 我先看看这个powerpoint 果然是powerpoint 我看我选一个 就这个吧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这个可以给加页面 AA BBB CCC 感觉跟Office 还真的就是一样 然后我看怎么 Play 3 是F5 原来如此 跟Office 差不多 原来如此 行行行行 以后我拿插座客 这个键的话 那我看能导出成Office格式吗 C5 AS应该是 扩展名 这是个OTP的 我说这是开源的 Open式 XML 大家请看 这不可以吗 Microsoft 它能导成Microsoft 2007到2013格式的PPT文件 太棒了 还能导出PPS OK 那看来 看来这挺好 这个size比较小 那以后谁还买 这个Microsoft Office 但是它好用不好用 不知道 咱得多试试 这个周我看一眼 这是干嘛的 这是画图工具吗 大家稍等 这个才是我需要的 我其实用这个 我这个用的PPT 主要不也 我就是画这个系统图吗 对不对 我叫有周的话 那我就不用这个PPT 我用它就够了 我看应该是能锚点连线 然后还能移动 不错 那我用它就够了 我用不着这PPT了 我看 比如说我要给它涂颜色 怎么涂 不是 这是格式刷 不对 这格式刷 我看 涂颜色 第一次运行 这儿了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可以 不错 那以后我答 它画系统图 应该是没有问题 他们有没有这种服务器 这种图标 有没有 insert image 媒体 酷 原来如此 它倒是有些酷 比如说我要画系统图 我想找些个服务器图标 挺好 挺好的 盾牌是吧 要像塞尔达盾牌 林克的盾牌 感觉还是挺不错 但是可能图标稍微少一些 这是声音 是服务器 还可以 但是这些素材的话 我估计有可能是要花钱 但是目前感觉还是可用 软件可用 OKOK 现在应该是足足满足我的要求 稍等一下 比如说我在画个直线行吗 带箭头 然后我想让它变粗一些 怎么弄这 不对 这应该是变 这应该是变粗吧 没粗啊 稍等 我看一下 这呢 能说 Free Custom Custom 这只能是线色 线粗是哪 这个有时间我再研究一下吧 应该说是 在这就能选吧 线粗 Point 这点 机右键 格式有没有 这呢 编辑风格 原来如此 我看完这个全英文 我看完有没有中文 应该有中文啊 线 然后啊 这不跟Excel一样吗 然后这个地方是调粗细 大家注意看 果然就变粗了 看还长不长 真的是又粗又长 OKOK 不错 这是这个画图工具 那我 那我 那我稍等 我再看这个PPT 能不能画图 比如说我 也能画图一样的 那总说 其实我还觉得 这个我使得更适应 这个还是PPT 这个我更适应一些 因为这个 跟我以前用ProPontor 是一种风格画图 对不对 原来如此 锚点在哪 这 连个锚点 OK OK没问题 然后这个锚点 应该还能加箭头 才对 very good very good OK 那看来以后 我还是用它做客间 感觉速度也不慢 挺好 然后我再看看 有没有这个 中文界面 现在都是英文界面 对不对 这是干嘛的 Math Formula 建立一个公式 是吧 这是 这哪得 什么意思 这DMV RTML 这是要干嘛 我的天 这是要干嘛 这是放大 这是谁除谁 谁成谁 我怎么弄 这个公式 函数 操作 比如说 我定一个函数 行吗 这不是定 是sin cos 这不是那什么吗 比如说 我选中这个 这个叫什么 数字 然后给它 套上一个公式 原来如此 是这个意思 sin cos 然后这个数能改吗 比如说 我改一个 100 100 原来如此 这么来套用公式 我选中它 比如我给个200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 帮帮帮 套用一下 很多的公式 在这 是吧 这对我来说 没什么用 这还能输出PDF 那很不错 行 我知道 这还能设计公式 以后 等我学数学 这个很简单 这像是UXS 叫做Base Database 看一看 它是拿Java开发的 还传这个JDPC 建一个数据库 建个什么嵌入型数据库 存在的数据库文件 还是建一个 连接一个JDPC数据库 咱就建个新数据库吧 Go 注册这个数据库 ForeMe ForeMe 干什么 不 先不注册 来一个 存在哪 存在Document下方 它需要Java运行时 我知道了 Labor它是拿Java边写的 但是不能生成 我知道了 能生成表吗 不能生成是吧 行 我知道了 我得装一个Java运行时 总体感觉 我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我其实最想用的 就是这个 类似于PowerPoint PPT这个工具 这样以后 我讲解IT的知识的时候 我画这些系统图 比如说这是一个服务器 这是一个客户端 客户端有没有小值 比如说这是客户端 对吧 然后这个用户 他访问过来 他发一个请求过来 到服务器 咱服务器端需要处理 然后把这个请求 发给数据库 然后数据库 读取完数据之后 回传给服务器 服务器再把他的运算结果 给客户端 感觉是我这个想要的效果 虽然他可能这个图标 有没有 还是说这个品种多不多 这个需要 这不正 现在这是数据库 这个删掉 比如说 可用 可用 没有问题 那我今后 我要是再做客户的话 我用他做系统示意图 应该是挺方便 我感觉 虽然这个系统界面的话 可能没有中文 有中文吗 我看一下 语言language language 这不language吗 但是 这不正吗 Use of interface 有没有中文 中文简体 这是什么意思 本地设置 咱也来个中文简体 希望别乱码 看 中文 香港 新加皮 再来这个 好 试一下 够 重启 不保存 大家请看 这可用 这太可用了 大家请看 这不就已经是中文了吗 蜂窝 好 看来我这个 Office安装成功 选的这个 Labor还算是选对了 感觉还确实秀是不错 然后还可以调布局 挺好的 OK 好 那看来今后我就用它咯 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它是多平台 对不对 好 那我看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吧 今天咱们一起装一下 LaborOffice 感觉还是不错 而且是多语言 同时是多平台 感觉真的可以用 这样的话 如果它真好用的话 我干嘛还要用微软 花钱的Office套件 对不对 好吧 那么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今后我会用 LaborOffice 做一些课件 也希望您 持续关注我的视频 咱们今后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